準備好了,第七場賽事 一起步的時候,晚了一晚被人夾一夾的紙醉金迷 前面快點的馬,中間淺藍的那隻是電光火力 再見到自己一隻跑內蘭再領封數 大外蘭那邊見到黑衣那隻就是步步湧 接著第四位就是第四名居 第五位就是紅旗飛揚 再後面就是連華生輝,接著第六位 妹子一路跟著連華生輝跑 就是黑衣那隻奇彩,包了最後就是灰馬 就是紙醉金迷 跑了半途程左右 前面見到大外蘭那邊步步湧 內蘭位置再領封數 中間連華生輝幾步已經上來了 接著後面電光火力 奇彩一路跟著連華生輝一起上 再後面還有紅旗飛揚 大外蘭那邊還有紙醉金迷 入到最二百米路程,前面連華生輝先出來了 在他裡面見到奇彩打上來追他 在中間的位置步步湧 終點前一步,兩點馬空接近 奇彩過連華生輝,贏馬 第二名就是連華生輝,第三名很接近 有紅旗飛揚、步步湧和大外蘭那隻 就是紙醉金迷 相當好看,最後一步 見到連華生輝一早出來了 拍寶那隻奇彩一路跟著他 中間前幾步,好精彩 在這場賽事 哇,衝線 好,奇彩 連華生輝,拿下第二 第三,布布勇 第四,空旗飛揚 第五才是紙醉金迷 第五才是紙醉金迷 撞 嘩,嘩,嘩,嘩 這裡已經大吉,拚了幾下 已經拚了幾下 這些 其實他就拚贏了,壓走了 紙醉金迷 要彈開去那邊 他也有壓到人 對 這裡呢,他也有少少比 他也不是扣著來走 所以如果你剛才看過大特寫 你已經看到兩隻馬拍著鬥 紙醉金迷 好像沒有說真的用鞭 只是一直反手 反手 可能就是早段已經在用 在這裡已經開始被 走上來了 所以早段正在用 你躲就沒有大力 反而奇彩 現在才會躲 他跟著他 跟著他 他不能躲 而且比較早就要騎 都是那個狀態的問題 就是 你看看 這裡反手 亨絕 亨絕 連環生輝 轉不轉 都到了 哈哈